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今天是2019年2月8号 在进入今天的视频之前,首先还是跟大家反馈一下 感谢三位网友更正我在最近几天视频里面的一些错误 其中一位SignLin的网友他就有更正我 韬光养晦这个成语,他的发音应该是韬而不是刀 所以感谢这位网友的纠正 另外有两位网友是Lily Lee和Adult Wang 他们都有指出,就是我在提到1920年的时候 我把它错误地说成了19世纪20年代 所以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常识性的错误 我在这里感谢这两位网友的更正 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主任Amanda Amanda据wikipedia的信息显示 她是哈佛的英语专业毕业的,所以她并不是学新闻的 但是呢,她是有获过两次普利策奖 Amanda她结过三次婚 我比较关注的是她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婚姻 她的第二次婚姻的先生呢,是Terence B. Foley 他们两个是在中国北京认识的 当时Amanda是一个记者,应该是29岁 而她的先生呢,比她大一轮 她曾经在TED担任过演讲嘉宾 那么Amanda在那一次演讲里面主要讲的就是 她跟这位第二人的丈夫怎么相识 然后又后来陪她一起去和癌症做抗争 所以她在这个演讲里面就讲到就是 她跟她丈夫一见面,她丈夫就自我介绍 说她是福尔布莱特的学者 这个福尔布莱特的学者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头衔 这个有点像中国的千人计划 中国的千人计划很有可能就是模仿 美国福尔布莱特计划打造的 Amanda她在这个TED演讲里面 她甚至还讲到说在她跟她先生认识之后很久 然后她先生才告诉她 她也是美国大斗协会驻中国的代表 那她当时很惊讶说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然后她这样子说如果我告诉你还会对我感兴趣吗 所以可见Folbright Scholar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头衔 那我个人觉得比较好奇点在哪里呢 就是她既然有这么一个闪光的头衔 这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 在wikipedia如果我们搜索的话 她居然没有她的wikipedia的词条 而她的词条呢搜索结果呢是出现在Amanda里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比较不同寻常 然后呢我仍然还是找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的一个简历 因为她已经在2007年的时候因病去世了 那我找到的这个简历里面我注意到她里面有一个什么身份呢 就是她曾经在美国的海军情报系统工作 然后呢她就有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头衔 因为Amanda在泰的演讲里介绍说她的第二任丈夫 就是多才多艺会很多种语言又会又又会很多种乐器 就是我个人感觉很像那种外交官 但是说实在外交官的话往往另外一种身份 可能就是一些情报特工人员 所以我觉得她的第二任丈夫 既然她是一个Fulbright Scholar 为什么在Wiki没有她的词条 而即便是在我找到了简历介绍里面 你也找不到她的这个Fulbright Scholar的这个身份 所以我个人感觉她的这种身份似乎是有一点点保密的状态 我们重点来说说她现任的丈夫就是Donald Graham Donald Graham呢她拥有一个上市公司 就是Graham Holding Company 这个Holding Company呢 就是她旗下拥有一些电视台 还有一些高等教育的公司 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Kaplan Kaplan她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机构 据一篇报道 这是2017年报道 她援引的是Bloomberg 也就是彭博社的新闻 这篇报道就披露 说Kaplan她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2009年 她这个教育机构用于市场的资金 比她用于教学生的资金要多 另外她这里还披露了 就是Kaplan的招生设计呢 就是为了招收更多的学生 以至于她在跟学生就是注册的时候 所签的合同里面 直接就要求学生放弃 一旦跟学校发生任何争端的话 要求学生放弃去法院提起诉讼的这个权益 另外学生在完成注册申请的时候 是根本没有机会去咨询一些贷款 或者是财务顾问的 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Kaplan她的一个重头戏呢 就是留学中介 说到留学中介 大家肯定可以想到 她的西经地是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看到 在Kaplan她的中国的网站 她的留学的目的地 就是最热门的一些地方 比方说是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所以可见她的西经的程度 根据中国的法律 在中国办一个中介留学服务机构 她的审批程序是相当的严格的 我们可以看到 她不但需要教育部的批准 还需要公安部的批准 而且呢 这个因为我是在加拿大的Montreal 在魁北克 我们可以看到就已经有新闻 就是魁北克的反腐 他在调查一个皮尔逊教委 他这个皮尔逊教委 就是和中国的一个所谓的留学中介机构 一起办学 我注意到在魁北克的好几桩留学办学的丑闻里面 他的一些就是丑闻的当事人 也就是在中国 他获得了中介留学这样的资格的这样一些人呢 他往往也是领事馆的红人 所以说这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中国去办留学中介服务的话 恐怕你最没有办法规避 而且最需要去保持良好的关系的就是外交部 所以说像Amanda 他的先生是在中国办了留学中介这么一块服务的话 相信他应该跟中领馆就整个外交部有很深的渊源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Amanda他先人的丈夫Donald Graham 他的家族实际上就是一个媒体巨头 因为他的家族产业呢就是华盛顿邮报 而他的母亲Catherine Graham呢 当初就是由于他的报道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 所以当时作为在选闻事件当中 华盛顿邮报的当家Catherine Graham呢 她是有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也有很多纠结 最终呢她是有一个著名的台词就是Let's go Let's publish 让她去把就把它发表出来 所以最终呢就导致了水门事件以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告终 那她这段传奇经历呢也被拍成了电影 我们可以看看这是Catherine Graham的本人 然后这是拍成电影之后呢 是由梅特尔斯特里夫扮演的Catherine Graham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看Amanda相对于她的婆婆Catherine Graham呢 似乎她没有这个勇气就是面对郭文贵的爆料事件 以及班农先生的采访 她没有勇气去说Let's go Let's publish 所以我今天呢就给Amanda发了一个推文 调侃她似乎她没有她婆婆的那种勇气去揭露真相 暴露真相 另外我注意到她在她的泰的演讲里面 也谈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在已经是大势已去的情况下 能不能够保持尊严的华力转身去说一个再见 我们来看看她说的这一段话 据媒体的报道 Amanda她自从2016年担任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主任以来呢 她实际上陷入了很多的争议 所以我个人觉得她是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 如果说很多的事实已经到了揭露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 我觉得她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华丽的转身 这个对于实权人物来说是相当难做的一个决定 我更认为政治人物里面可以称得上政治家的 有一位是我非常尊敬的 就是英国的前首相David Cameron 他在苏格兰的公投之前发表的一个演讲里面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来听一下 如果您不喜欢我 我永远不会在这里 如果您不喜欢这个政府 它永远不会在这里 但如果您离开国国 那会永远在这里 很多人可能会说 英国的前首相David Cameron 他的政治生涯就是以失败告终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 美国的国父华盛顿 他在领导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呢 他也选择的是卸甲归田 当然他后来呢 是在民意的呼唤之下呢 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圈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政治家的风度 也就是人民需要他 他在那里 人民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顺从民意 关于我昨天的视频 有一位Winter X网友呢 他说他建议我在麦克风前面 放一片沙网阻挡气流 我今天有听从您的建议 不知道您现在感觉是不是好一点 好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还是按照惯例 请大家关注 就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李倩法官 是不是配合了一个 叫做田彦刚的 为主席修宪 摇旗呐喊的一位律师 两个人合伙 做了一桩司法黑案 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